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啟動九龍東辦事處 聽取啟動九龍東計劃的最新進展和成果 並與同事一起慶祝辦事處成立10周年 他之後在觀塘海濱了解二行九龍東的發展概念 並參觀已翻新的海濱道公園 以建設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為遠景的啟動九龍東計劃 在10年間取得令人肯定的成果 其中九龍東的商業樓面面積供應 由2012年的170萬平方米 增加至目前的290萬平方米 增幅高達七成 而在主要以規劃發展項目 包括九龍灣和觀塘的行動區完成之後 將進一步增加至超過400萬平方米 規模比美中環核心商業區 林鄭月娥說 十分高興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通過優化行人環境 改造公共空間 應辦各類型活動等 將九龍東由傳統工業區 逐步轉型成為別具吸引力的核心商業區 變成為別具 挑戰